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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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影片中 看出她的動作 她是一上車廂 選定乘客之後直接 這樣子 這樣子 往人的頭部跟頸部 全部都是致命要害 顯示說她的預謀行為 有相當的一個計劃性 過去沒有任何發病的跡象 她卻在犯案前 刻意的去吞咬 而且在犯案後還講出了 很多很多種版本 來去欺騙警方的偵辦作為 所以我相信她的 預謀犯案的機會是比較大 她自己跟警方講出了 作案動機就有四個版本 台中捷運於21號 發生隨機傷人事件 20歲的護理生洪信凶嫌 被建議有為的民眾協力壓制後 遭警方逮捕 移送台中地檢署 據悉洪行過去就有就醫病死 也近期有在服用藥物 且被台後的說辭也反反覆覆 讓各界對於她的精神狀態 打上問號 而對此資深社會記者戴智陽 也受訪整理出她的四點犯案動機 這涉嫌在終結X人的這位洪信護理生 那因為涉及X人的重罪 那昨天晚上已經被台中地方法院 積壓成功 那不過說實在話 大家都還不清楚 她的犯案動機到底是什麼 那根據她自己跟警方講出了 作案動機就有四個版本 那這四個版本我們分不清真假 她第一個版本是說 她原本想到台北捷運犯案 那可是問題是 她覺得台北捷運人太多 然後車廂擁擠 那她也許會遭受抵抗 所以不能成功 所以她就放棄了 好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她說那她也想去台中捷運犯案 那是因為她覺得中捷的車廂比較空 然後大概遇到抵抗的阻力會比較小 所以她把這個中捷選為第二犯案地點 那同時間呢 她也計劃也要在高捷犯案 但是問題是她也想到說 她好像她女朋友有親屬 在高捷任職 那她說萬一我去高捷 不小心X到我女朋友的家屬 那怎麼辦 所以她的那個說辭反反覆覆 那到了第四種版本是什麼 後面檢察官問她了 你到底為什麼要想出做這種事情 她說因為她要她反廢死 那她要讓這個議題 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那所以她選擇要在藍營縣市長執政的縣市 來犯案 所以她去選擇了台中捷運 那問題是她在犯案之前 說實在話 她的神智是一切非常非常的正常跟清楚 因為她從19號晚上 她自己一個人從高雄搭高鐵北上到台中去之後 就入住到這個高級的汽車旅館 然後就沒有再出門過 那到了21日早上 然後她就突然間提著所有的行李 然後退房 走到終捷的水安宮站 然後她還很充容的 然後把這些包包放在置物櫃裡面 然後身上浴場了三把菜刀 還有水果刀 然後就衝上進入捷運月台 衝上車廂 那衝上車廂的時候 她就開始有一點失控 那當然警方後面就有查出來說 她在犯案前她有吞了一把安眠藥 但數量不明 所以說她當時的意識 是清楚的還是有一點模糊的 就要再由警方他們去鑑定 不過我們是覺得 既然她有在正常就醫 有在正常吃藥 而且過去沒有任何發病的跡象 那她卻在犯案前 刻意的去吞藥 而且在犯案後 還講出了很多很多種版本 然後來去欺騙警方的偵辦作為 所以我相信她的預謀犯案的機會 是比較大 而且她在高雄出發到台中前 她就已經先買好三把刀子 藏在身上 再加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研判依據就是說 我們講說一般可能神智不清楚 或是說隨機動手XX的人 她的揮刀動作可能就是這樣子 胡亂揮 但是她我們從影片中 看出她的動作 她是一上車廂選定乘客之後 她就是直接這樣子 這樣子往人的頭部跟頸部 全部都是致命要害 顯示說她的這個預謀的 這個行為 確實是有相當的一個計畫性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她在事前吞藥的這個行為 是不是想要規避她未來 在刑法上的一些責任